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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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罗斯曼已经消失了 GST没有了 YMDB被定罪了 纳吉被定罪了 纳吉现在也在政府里面没有职位了 所以这些杀伤力都没有了 而且还有加分的 巫统刚刚夺回政府 第一个加分 第二 士气高涨 第一个加分 第二个加分是疫情正在下滑 巫统一做首相 疫情就下滑了 抗疫优势 而且是凯里主导的巫统的人 第二个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什么 新首相效应 有人说沙比里都没有来助选 哪里有什么新首相效应 不是全国大选首相是不会去的 不选小地方的选举首相是不会去 他最多去路面一下罢了 因为不会影响政权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新首相效应还有在那边 然后第四 现在巫统虽然他胜算很大 但是他是挨兵出击 他要教训叛徒 他可以跟他的支持者伊德里斯是叛徒 拉倒我们巫统的政府 我们要去教训他 看到吗 没有了内优 没有了外患 还有四大加分点 你说巫统的成绩会比509差吗 所以我们拿巫统509 72%的比率 换现在他竞选20席 就是15席了 这个是我之前就算给大家的 所以我说巫统可以拿到15到18席 现在来看是非常的正确 巫统现在已经肯定拿下16席 有机会拿下18席 最差也可以拿下17席 所以是完全正确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一直说 我不是猜 我不是神仙 我猜的你不要去听 没有理由 我是做出分析给大家 你看我分析的清清楚楚 所以中了 然后马华国大党赢了 马华赢2席 国大党赢利息 至少有一个立足点 马华不会泡沫化 国大党也不会 我一直都说 马华国大党在这届 是最有机会破单的 如果在马六甲他们破不到单 那下一届选举 你真的说服不了巫统 再给你席位来竞争 因为你都包书的 包书有时还会丢失按贵金 我们给你上什么呢 这个钱1万块5千块 也不是一笔小钱 反正你都包书 那我们不如想另外一个方法 不然你在旁边帮我 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且马华 他要拿马华的席 他也不会拿华人居多的席 这些席都包书的 我继续给你上 因为你代表华人嘛 那这些乌易为主60%的席位 我通通要拿回来 因为胜算比较大 所以马华跟国大党赢下了三席 至少给他们有一个立足点 这个当然很多人会不满说 我们要杀光马华 但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马华还有积极的情况 还有积极的影响力可以发挥 当然他们有积极的影响力可以发挥 他们有没有发挥是另一回事 我希望马华可以发挥 不要那么软 要迫使巫统的改变 要让巫统远离回教党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马华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还有积极方便的影响力在那边 我们不能只有一个阵线 我一直都说 不管是你看种族还是不看种族 我们都不能除非在国盟内部 在巫统国阵内部有另外一个多元种族政党 那马华可以死 如果没有马华国大党 他们还有他积极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也说一下为什么马华能赢 马华能赢 有看我昨天给新生活报 跟给中国报的文章都会知道 马华能赢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打的是比较弱的公正党 打行动党他们要能赢下马华要赢下 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打公正党是容易的多 为什么 第一公正党的服务 老实讲是没有比行动党好的 我说整体而言 当然你可以说林秀林的服务很好 个别议员可能有可以跟行动党 fight 但是整体而言行动党的组织 行动党的团队 行动党的议员都是比较努力 比较会服务的 所以打公正党比打行动党容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公正党自己都so high的 不好意思我骂粗话 so high是粗话 但是没有比so high更好的词 来形容公正党 明明就是知道自己很弱 知道自己很弱 还搞派系 还搞斗争 还搞到你死我活 把林秀林换掉 这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 但是昨天有看我跟陆兆福的直播 有看我跟蔡天强的直播 我都直接讲 你们的胜算都低了 为什么还要搞斗争 Rafizzi的派系 跟Samso的派系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收到很多消息 打的你死我活 在公正党 你没有发现公正党的州主席 是没有上阵的吗 在这次的马六甲州选 派系斗争 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们都是死路一条 你们还去争 争给你赢 争给你赢也是死 党一起死 那为什么还要争 但是公正党就是这么所嗨 所以你对到一个所嗨 当然比对行动党还要容易打得多 所以你看马华赢下的两极 Claybank跟Machap Yaya 都是公正党的选区 不是赢行动党的 你要明白在奔班马华输了 打行动党的 但是行动党也没有赢了 等一下我们会继续下去讲 所以这是马华能突破的原因 马华能突破的原因 因为公正党真的太废了 而国大党 国大党就比较不一样 国大党对行动党他赢了 但这个是大势所趋了 老实讲行动党上届只赢300票 国大党这次是整合出击 然后巫统在后面back up 然后他最重要的是分散选票的人 从土团换去了回教党 所以给国大党来拿下这个选区 他们的选区没有任何的争议 巫统不会要想去抢这个GADEC的选区 GADEC我经常去泡热水湖 我很喜欢因为我很累 我每次要去泡热水湖 为什么 因为你抢掉嘛 国大党的席位 国大党就没有席位上了嘛 你GADEC都不给他 你还可以给他什么席 GADEC是所有马六甲州选区里面 比例最高的 印度同胞比例最高的 所以你不可能抢 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 一定要给国大党的 所以那边的巫统也不会扯后退 所以加上上戒只输300多票 所以国大党拿下这个席位是expected的 那奔办选区 我们讲一下奔办选区 奔办选区让土团拿下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巫统扯后退 不然马华其实是可以赢的 我说马华可以赢2席3席 其中一席就是奔办 最后一席就是奔办 他输是因为巫统要争这个席位上阵 争不到给马华上 马华上巫统不满 所以有扯后腿的情况 所以很多马来票是跑去了土团的候选人 你去看在其他选区 这样子的trend是不明显的 比如在Gadek没有这样子的trend 不会说你是印度人 两个印度人在打我们投其他种族的 不会 但是这个trend在Banban很明显 原因就在于扯后腿的情况 所以巫统基层力量的动员是非常非常强的 巫统没有去动员说你一定要投给马华 你一定要投给国大党 这些人自由投票 他们很可能他们就看名字投 都不认识的名字 马来人投马来人 就这样子投 所以巫统在马六甲 我再一次强调是根深事故 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他的势力 装脚是绑的非常非常好的 而国阵这次的表现非常好 尤其在公务员的选票 之前有人提早投票有9000多票给巫统 我发给我我都说是假的 是假的 不可能 因为公务员的不满其实是蛮多的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都觉得公务员很好 但是公务员本身遭受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们也承受各方四面八方的压力 而你外面也觉得你们都拿到最好的 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所以他们也会有这个突破口 而这些人他们不满巫统 但是票以前是给西蒙 但现在西蒙像塞一样 这些票就去了第三选择给了国盟 所以国盟很意外的 在有40多巴仙军警票的选区 已经下这个席位 老实讲我没有认为到 国盟可以在很多乡区拿30巴仙的选票 可以拿3000多票 我就认为他拿一两千票罢了 所以他的之前我也有分析过 回教党在509的时候是拿一到两成 拿1500到2000票 我们就算他1.5成了 但现在国盟是差不多拿下三成的选票 所以增长了一倍 这个是一个很impressive很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老实讲这个成绩 西蒙大败是expected的了 我在之前有分析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几我忘记了 有很多读友问我要怎样投 我说我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是马六甲选民 第一投人不投党 谁好我就投谁 反正西蒙也像塞一样 第二个就是有土团投土团 当然回教党是不能投的 但是有土团投土团 要让巫统知道土团是能洗票的 土团是能洗票的 这样子土团不会泡沫化 土团还能继续搞巫统 巫统让一点洗给他 他们还会继续潮 如果土团泡沫化 土团的人全部回去巫统 老实讲现在还是会发生 因为土团只赢两夕 也会泡沫化 但是他泡沫化的程度 大幅度的降低 道理很简单 你在巫统的堡垒区 你可以拿到三成票 在柔佛也是巫统的堡垒区 但慕尤丁很强啊 是不是我们讲土团最少也有三成 可能可以来到三成五四成 三成五四成巫统会输很多选区 还有更别提在北马的 吉党玻璃市 东海岸的邓家柔 巴康跟吉兰丹 这些区都是伊党的强区 国门可以吸的票更多啊 所以你在巫统在马六甲看似大胜 其实这个是不能复制放在全国的 像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巫统在上届大选 在马六甲赢72%的席位 但是在全国他只赢40多%的席位 国会议席 所以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只要慕尤丁站稳 再继续摆出外墙中干 至少他还可以摆出一个强势的态势 去施压巫统 这样子对西蒙对改革议程 还是一个好事 还是一个好事 所以这次的选举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 就是国盟分走很多票 给人知道他没有这么容易 你要给他泡沫化 而且更重要的他赢到两个席位 证明他有能力可以赢下席位 回教党之前是没赢到席位的 当然他能赢下席位有很多的因素 刚才我们有讲的 也不是自己真正实力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他握有30%的选票 而这30%都是马来同胞 都是马来同胞的票 华人票我告诉你一两%都没有 民政党是吸不到票的 民政党的草坟头上的草都比人还高了 所以你看他手握30%的马来票 在马六甲乌统的铁票区 所以他说话可以大声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还会继续发酵下去 所以这是唯一正面的情况 刚刚我提到这些州我没有提到 我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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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提这些搜索 为什么 因为这些搜索是西蒙的强区 更不用说 如果你跟国盟打三角战 那就是西蒙赢了 当然现在西蒙像死一样 西蒙还会不会有 我们第三个讲题再来讲 所以 这是一个蛮正面的情况 所以老实讲 我相信 巫统应该会委任 如果他不给土团的人 或者是回教党的人当官 不给他们excore 有可能有机会会给他们一席 如果不给他们当官 我相信 他们修宪有阿顿兰特干 一定会给国盟 尤其是回教党 一定会分一点猪肉给他们 分一点好处给他们 所以这个就是巫统这边的格局 有一点正面的好处 就是土团不会这么快泡沫化 我希望可以到下届大选 他才泡沫化 这样子他的残余影响力 可以继续挥发 然后巫统一党独大 是肯定的事情 然后马华国大党 还好 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情况 就是接下来 明天就宣示了 新的马六甲州政府 不会是清一色 都是单一种族了 至少马华至少会有一席 可能会有两席的行政议员 国大党一席 所以至少会有20%的行政议员 是非无意 当然你说他们可能做不到事 他们可能是狗 可能是什么 但至少有一个多元的声音在里面 这个也是比上一届大选还正面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 西蒙跑去搞政变 我之前只说 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拿政权 你敢敢去拿 但是你不要没有机会拿政权 你还去跟巫统合作 Are you ready 然后去收这些叛徒 你看 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大家还记得我以前一直讲吗 巫统强不是强在他的领袖 台面上的这些人 纳吉也好 Zahid也好 马哈善也好 凯利也好 这些人全部换 你换新人上来 巫统还是一样的强大 大家记得我讲吗 我讲过很多次这个东西 在这次马六甲周选 是不是又又又又又又印证了 马六甲周选 巫统派出90%的新人出战 出战87% 赢下15-6席 可能可以到18席 已经赢下16席了 可能到18席 看到吗 这些巫统的强不是强在领袖 是强在他的基层 强在他的基层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看到的情况 所以这次换人 巫统还是一样大胜 所以伊德里斯退出了巫统 他以为他有他的影响力在 惨败 而且败到非常难看 伊德里斯的得票排名第三 证明了什么 证明在阿萨汉区 30多巴仙的华人票没有乱投 非无意票了 20多巴仙的华人票 10多巴仙的印度票 没有因为西蒙 我们就投你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西蒙内部角力的关系 行动党就一直说 你可以不支持他的 我们也不会为他助选 反正就是伊德里斯 输的非常难看 输的原因是 非无意票没有再看党投了 看人投 你伊德里斯 我不能接受你这个烂人 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不投 然后第二个就是巫统 的领袖出了巫统 你根本就不能够带走巫统的票 有些可以 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 像沙里尔 1990年代 在90年代初的时候 四六精神党的时候 他独立人士上振兴山 大胜万多票 但那是唯一一次 尤其当时是四六精神党 巫统AB队大分裂 伊德里斯你算哪根充 所以巫统之强 不是强于领袖 而是强于基层 永远记住我这一句话 好我们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要进入万众瞩目的西蒙了 好 好 很快 林 死